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近期和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首次通话 双方一致认为要增进相互了解 畅通沟通渠道 推进交流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不搞冲突对抗 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为两国两军关系发展指引方向 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是大势所趋 也是两国防务部门的职责 而在美国方面 我们看美国近来 对中国军事现代化 以及中美军力平衡的评估日益严峻 拜登总统2月10号 视察美国五角大楼时表示 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 中国工作组 他表示美国需要应对中国 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 以维护和平 并捍卫我们在亚太地区的 和全球的利益 那么在美国看来 中美军力的局部平衡 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 或许很快会到来 进而危及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 因此遏制中国军力快速发展 已是时不我待 而各方始终关注的是 中美双方是否会因为台海冲突 最终导致一场 涉及核武对抗的终极问题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纽约直播室 凤凰卫视著纽约记者陈英谦 北京直播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腾建群 香港直播室 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一起来关注拜登上任之后的 中美两军关系 先来关注董秋一的追踪报道 在拜登上任以来 对华政策向悟向于右向锋 冷言冷语之中 却又暂时未有大动作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节点 中国国防部一号 在社交平台发布文章 提及中美军方应该加强交流合作 不搞冲突对抗 中国国防部指出 中美两国领导人 此前通话中明确指出 包括军事部门在内 各领域也都可以加强交流 国防部强调 该共识 为两国军事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保持中美军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更是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但好话说尽 话锋一转 中国国防部还特别回应了 美国政府高层 近期频频渲染的中国威胁论 2月26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首次视察尼米兹号航母是提及 要面临中国及伊朗 带来的安全威胁 美国有必要再次在全球部署军舰 而美国防部2月成立的 中国问题特别工作组 未来也可能在评估之后 加强在中国周边陈兵列阵 此外美媒近期还披露 为制衡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和加拿大 计划改造北极的一个国防卫星 和雷达网络 中国国防部对此批评 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体系 完全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最重要的是 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 完全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需要 中国国防部再次强调 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 并没有发生转变 坚持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但中国防御性国防以和为贵 党部驻美国渴望重返亚太称霸 频频作妖 2月27号 美军RC-135S型导弹坚持机 以及RC-135U战略侦察机 分别抵近黄海和广东外海 后者距离中国领海基陷 仅84公里 26号 美海军无暇号测量船 又在西沙群岛鬼鬼祟祟 而此前在南海海域 美国不仅拍了双航母 在南海演习 连法国军舰也跟着凑热闹 绕了半个地球跑来自由航行 中国国防部也在文章中 以不点名的方式 批评了美国以及盟友 希望有关国家 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做出建设性贡献 不要无视生非 不要挑动南海局势升温 美军频频抵近骚扰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中方坚守防御国防 对地区安全有何意义 美国防部对华评估 将如何加强亚太部署 美国回来 拜登现在对中国的态度 是向悟向雨又向风 现在中美关系 可以说是也无风雨也无情 不过比起特朗普时期 还是要好很多了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 孙中平先生 我们看到外界 关注中国不断地增加军力建设 国防部表示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走和平发展大陆的战略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决定了中国始终不遇的奉行 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如何来理解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我们叫积极防御 一定要明白这叫积极防御 并不是一个消极和被动的防御 那么积极防御的话 就是预敌于国门之外 这个是很关键 为什么你向解放军 不断地发展战略力量 不断地在发展我们的战略海军 强化我们的海军要走出去 要建立战略缓冲区 包括我们的空军 现在也具备很强的 远海远空的作战能力 这实际上都是要预敌于国门之外 这就是积极的防御策略 另外从积极的防御策略来看的话 我们也在和其他的一些国家 来搞好军事关系 不断地加强军事交流 包括你像我们周边的 俄罗斯 巴基斯坦 泰国 等等这些国家 都和中国在军事上 有更多的交流 这本身也是一种 积极的军事战略的体现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不是被动地 消极地在等待 我们更多的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 比如在很多先进武器装备的建设上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比如在一些先进的装备 我们就是要做到超前 你像美国实际上 在高超音速武器上 确确实实和中俄相比 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表明 我们要针对美国的强项 我们应该如何来遏制其强项 你看现在传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要削减 其福特级航空母舰 把整个数量 从之前所建议的十艘 可能会削减到四艘 甚至更少 就在于中国跟俄罗斯 不断地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对这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来讲的话 是一个巨大的钳制 所以美国现在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要想办法 能够对中国的这些 杀手锏武器来进行遏制 如果换在十年 二十年之前的话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跟随战略 跟随美国的战略 美国打造空海一体战 我们就是反空海一体战 那么现在恰恰相反 中国的战略 让美国开始跟随我们 这实际上恰恰是一个变化 三十年喝东 三十年喝西 现在解放军的积极 有为的这种军事战略 也让美国感觉到紧张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 中国的这种军事战略不是称霸 我们只局限于我们自身的利益 尤其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包括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包括中印边界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热点问题 中国都要发挥自己的 这种战略的优势 来扬长补短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至关重要 可服 是的 就像您说的 三十年喝东 三十年喝西 二十年前 十年前 甚至五年前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美国总统 会把中国称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再来有请在北京的腾卷群先生 如何来理解中国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从建军开始到现在 应该说我们奉行这个政策 是一贯的 而且也是根据我们国家政策 有很大的关系 比方说我们在应对周边冲突 周边这个一些地区问题上 我们其实是军队是放在最后的 我们希望通过协商谈判 那么这个政策应该说 体现了我们国家 我们刚才讲了不称霸 不侵略别国的 这样一些基本的理念 那么从军队来说的话 其实尽管我们现在军队不断走向强 特别是2015年军改之后 我们看到不光是全军的精神面貌 咱们解放军的编制体制 武器装备 作战预案等各方面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有防御转向进攻的 这样一个战略的调整 更多其实我觉得是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强调解放军能打仗打胜仗 这是一个军队的基本的使命和任务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的军队 越来越多地承担其 大国军队所具有的这种威慑能力 就是说中国军队往这一站的话 很多曾经或者是正在基于中国的 这样一些国家或者实体 他们就必须要考虑一下 惹弄中国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 那么机器防御最主要一点 就是我们不主动进攻 但是一旦我们遇到了威胁 遇到了有些国家对我们发起进攻 比方说对我们进行核打击的话 那么我们核力量的话 才能够投入到实战实用 好的 谢谢腾讯寻先生 中国表明了我们的一些行动 是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在美国看来 他们的行动确实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我们有请在纽维的陈银谦 给我们梳理一下美国近期 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动作 是的 科夫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美国 是在中国附近的海域动作频频 我们根据南海的战略态势感知 平台上的数据就显示 2月27日美国就接连 往中国附近的海域 是投放了两架军用的飞机 用于巡逻和数据的采集和探测 那么这两架飞机的型号 都是RC-135型号的 美国空军军用的侦察机 他们都是从日本冲绳起飞 前往了包括东海黄海 以及广东外海地区进行一个巡逻 这个RC-135型号的侦察机 其实是美国空军 非常高精尖的一种侦察的机型 那么它主要用于 比如说电子信息的一些收集 雷达信息的探测 包括弹导导弹的 对它一个数据的采集 那么它带有一种 先进的光学探测的装置 可以精准地计算出 这个弹导导弹的弹道的位置 以及它导弹的着落点等等 那么并且其中在一种的机型当中 包括RC-135U型的这种飞机 它上面还带有一种 雷达技术的一个拦截的措施 那么这种机型 它其实是美国空军当中 投入使用只有两架的 是属于一个压箱底的一个宝贝 那这一次呢 在中国的行动当中 它就派出了一架 在行驶这个任务 所以可见美国对于这一次 中国的这个任务的作业 是高度的重视 另外我们看到 自拜登上台之后呢 其实美国在中国附近的战略部署 尤其是在印太 这个海域的战略部署呢 是有一个升级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美国呢 是将原来部署在伊朗 这个中东海域附近的 这个尼米茨核动力战略打击群 是移到了印太附近进行部署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看到美国的一些盟友 包括法国就近期在南海方面呢 进行了一个自由巡航 那么英国呢 也宣布近期呢 会前往南海 那么这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表态了 那么也显示了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近期 会在中国附近呢 加大这个军事部署 也会回归到曾经 我们看到奥巴马时期的 这个亚太战略平衡当中呢 对于中国会采取这个 与盟友国合作 巩固这样一个态势 来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 是的 谢谢英谦 这正是特朗普的过去四年中 所忽视的一点 再来有请在香港的宋忠平先生 刚才英谦也提到了 这个RC-135U啊 是美军的鸭箱宝 全美只有两架 现在有一架来中国串门了 那么这个珍贵的RC-135U 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作为RC-135 它有多个型号 其实它最新的型号是RC-135X 这个型号相对来说性能最好 那么现在呢也就只有那么 压箱底的那么一架 现在来的是S和U这两个型号 那么S型号就是 刚才英谦所提到的 就是对弹道导弹的轨迹 来实施一个探测 只要对方发射了弹道导弹的话 它就很快能够抓住弹道导弹的轨迹 并且预测它的弹着点究竟在哪 为什么这么干 实际上美国 尤其是美军 比较担心的就是火箭军的弹道导弹 尤其是反航母的弹道导弹 尽管美军现在有11条航空母舰 但是如果遇到火箭军的 反航母的弹道导弹 无论是东风21D 还是我们的东风26 可能这些航空母舰 就会有灭顶之灾 另外我们再来说RC-135U 这个呢实际上 它是一个电磁信号的一个吸尘器 包括各种各样的通讯信号 等等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抓取 抓取之后的话来进行分析 这样的话 它就知道解放军 究竟有哪些动态 实际上你像S也好 包括U这个型号也好 它都是为了建立 未来的战场数据库 也就是要了解 更多解放军军事装备 包括军事调动 以及军事部署的状态 所以美军派遣呢 无论是侦察船还是侦察机 到中国周边来溜达 它确实不是为了战略威慑 它就是为了建立战场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就是为了服务于未来的打仗 我们知道美国不断地 在各种军事冲突之前 都会做兵器推演 兵器推演里面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要了解红军的实力 这个红军的实力从何而来 权重究竟是多少 关键在于就是要利用 各种通讯的手段 侦察的手段 通过这种方式 来了解对方的底线 包括我们的战机有多少 我们的战机的性能如何 我们的潜艇的声闻信号是什么 都需要通过这种侦测的手段 来做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无暇号会到南海 实际上就是要了解 你的战场的环境 包括你的所谓潜艇的声闻信号 以此来建立战场的数据库 只有做到知己知彼 才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无论是S也好 U也好 包括它的侦察船也好 到中国周边 未必能够如意 就在于它可以来 我们可以拦 我们也可以干扰 最后呢 让他们的军事装备 最后在这儿是无果而终 我们也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呢 双方之间 这种PK 对解放军来讲 也是一种练兵 难得的实战练兵 好的 谢谢苏先生 不仅仅是个姿态而已 我们再来有请腾建群先生 我们再来看南海 早在2月5号 美国麦凯恩 打断驱逐舰进入了西沙海域 17号 美国神盾驱逐舰 罗素号进入南沙群岛 24号 威尔博航行台海 26号 美国的吴侠号 再次献上南沙群岛 如何来解读 美军在南海的这些行动 其实这应该是 特朗普政府定下来的 一系列挑战中国的延续 那么从特朗普政府后期 我们看到 美国明显加大了 对我们当面海空域的 这种挑衅行为 包括抵近我们相关岛礁 包括穿越台湾海峡 而且2月份的话 我们看到至少有两艘 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穿越台湾海峡 这就说明在过去 特朗普政府期间的 一些军事行为 并没有因为拜登总统上台 得到调整和变化 相反拜登政府更乐见其诚 更愿意延续 特朗普政府期间 留下来的这样一些 具体的安排 为什么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正像刚才小颂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随着美国跟中国进行战略 竞争这个大战略的出炉 那么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期间 他只提出来 也跟中国进行竞争的概念 那么到了特朗普政府期间 他画了一张图纸 现在到了拜登政府期间 就要实打实地 把这张图纸落地 真正进行推行 这种图纸上的一些要求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 中美两军两国关系 应该会面临新的挑战 美国军事挑衅的 不光是侦察船也好 军舰也好 侦察机也好 宏打机也好 它肯定会加大 对中国的这种挑衅力度 因为大的背景 是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 战略竞争这样一个态势 而美军来说的话 更愿意冲在最前面 表现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的应对 我觉得也必须要及时跟上 是的 美国的政策 看来是一脉相承的 再来有请在纽约的英谦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审视 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 包括清理他的一些遗毒 以及继承他的一些遗产 而美国国防部也开始审核 全球的军力部署 那么您了解到白宫在这方面 国防部在这方面 有什么新的东西 是的 科夫 那么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 奥斯丁上台之后 就已经宣布 要对全球的军事战略部署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审查工作 那么其中的重点项目 就是应对中国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白宫 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军事工作的 专门的小组 也是用来审查一些对华的政策 那么可见中国牌 已经成为拜登的军事战略方面 制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优先的项目了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 拜登方面是认为中国的 不断进步的 这个现代化军事战略的进程 已经威慑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 那么尤其我们看到 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 也是近期在推特上 是不断的发言表示 如果美国不加大 对于国防军事力量方面的资金投入的话 那么美国很难去继续保持 在军事现代化 尤其是一些高精尖技术方面的 一个领先的地位 很可能会被中国威慑甚至是反超 所以美国很可能会在接下来 继继续加大对于军事方面的一个投入 但是目前拜登政府 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 那么第二方面 也就是美国现在 希望能够把中国拉到更多的国际军事 尤其是裁军或者是减和方面的 一个军控条约的谈判当中 那么在近期两月底的时候 联合国召开了一个高级别裁军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上面表示 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挑衅性的一些 高精尖的武器开发上面 必须要保持透明度 并且希望中国的核武库存 进行进一步的减少 那么这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 这个核武库存的一个担忧状况 那么近期美国和加拿大还宣布 目前根据美媒一些透露 美国和加拿大很可能会在北极 对一些卫星方面 进行一个雷达方面的升级 也是为了要应对中国 不断提升的一个战略威胁 科夫 好的 谢谢英谦 那么以中国现在的实力 无法也不能再低调了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讨论 中国如何以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迎接来自美国的挑战 待会见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 中美两军关系一度是大力的发展 一度显著的发展 成为彼时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 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也是见证了一切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拜登的国安团队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共同盟者奥斯丁 都是奥巴马的旧城 包括这个新闻发言人 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科比 又回来了 我们来有请一下 在香港的宋忠平先生 如何来判断 现在拜登的国安团队 是否将继承奥巴马时期的一些 对中国的认识 我们不能完全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实际上奥巴马在出新书之后 他就表示 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的话 他将会对中国在贸易上 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正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上 对中国有依赖 所以采取了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的态度 也就是接触加遏制战略 我们知道有一种现象 叫扫尾现象 你看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他基本上维持的是 奥巴马时代的 所谓接触加遏制 包括特朗普的各级政府官员 也在和中国进行沟通 但是到了特朗普执政的 后期的时候 完全变了 也就是不再接触 只想遏制 采取的是全面的遏制战略 那么从拜登上台之后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扫尾的现象 扫尾的现象的话 也将会维持特朗普主义 所带来的这种全面 遏制中国的这种策略 是不是接触 其实作为拜登来讲的话 现在也在犹豫 尽管现在拜登政府 已经换了很多的人 但是国会这些人 其实并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 而且从拜登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希望通过全面遏制的手段 来遏制中国的一个生长力 包括中国的一个竞争力 包括你看很多国会 已经通过了相关的议案 就是希望对中国在科技 包括方方面面的能力 要进行打压 所以拜登很有可能 也会延续这种特朗普时期 最后的这种战略 来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扫尾现象 可服务 好的 谢谢苏先生 再来有请腾正琴先生 如何来看待中国 以这个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从中国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对于拜登也好 对特朗普也好 那么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 已经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不光是在军事上 在经贸领域 在政治层面 甚至在国际层面 所以我相信中国方面 也会腾脱躲闪 也会尽量地加强 跟美国的这种战略竞争 同时加强合作 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 也是用两手应对 现在拜登政府的两手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 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比的话 那么拜登其实采取了一种 二元化的对华政策 一方面确实继续沿用了 特朗普政府期间提出来的 与中国战略竞争 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方向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也提出来 在双边层面上 你比方说 应对两国贸易问题 两军安全问题 在执法问题上合作等等 都可以 所以双边的合作 可能会恢复 对话也会恢复 另外在多边层面 比方说气候变化 这个地区的核问题 我相信美国方面 也会强调跟中国的合作 所以它是一个二元化的结构 这一点来说的话 跟特朗普要么走到 跟中国对抗 要么走到跟中国接触 这样一个极端化的政策 是有很大区别的 是的 如何和一个最强的竞争者相处 这也是美国政府的 一个新的课题 谢谢殷谦 谢谢腾建群教授 谢谢宋正平先生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群群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